吃完宵夜帶回家 雞排妹留宿高額男12小時 快嘴雞排妹又有新作啦 但好可惜居然不是發新專輯 而是又傳出新緋文啦 畫面還剛好可以搭配雞排妹的舊EP 好的 那我們就開門見山 直接來分析一下新MV畫面訴說的情感糾葛 1月6號凌晨本刊大炮哥直擊 雞排妹與兩個講著廣東話的男子 現身南京東路東叉麵店 開開心心的吃著剛下好的麵麵 吃飽飽後當然就要回家啦 不過這樣兩男一女是要回誰家咧 當然是要先打發眼鏡男 中途先讓電燈泡下車囉 接著高額男就繼續開著車 一個轉彎就不小心轉進雞排妹的香龜去啦 就這樣小兩口在屋簷下 一起度過了月黑風高的夜晚 將近12個小時耶 直到隔天下午快3點 兩人才又出現 雞排妹先走出大樓門口 高額男才開車從地下停車場出來 他立馬跳上專屬副駕駛座 不過好像是少了協助眼人耳目的 電燈泡眼鏡男 他們變得特別小心 在建國北路附近 成功甩掉大炮哥 時間再來到1月7號傍晚 高額男和眼鏡男再度開車 來到雞排妹住處拿行李 拿完後三人一起到梁州街的壽司店吃晚餐 美食當前他卻沒什麼興趣 只顧著吃手上剛買的紅豆餅 他吃了一口後開始餵起高額男 哎呦呦 這唾液黏著愛意有夠浪漫 一口接著一口有夠順口 但是女為男隔層殺 男為女隔層山啊 高額男貼心的想為雞排妹吃紅豆餅 卻被打槍了啦 哭哭 不過就在電燈泡眼鏡男 起身去結帳時 高額男倒是很懂得把握機會 攤開雙手 沒想到高額男想討個愛的抱抱 又GG啦 這下又讓他再度倒地 只好包袱寬寬回香港去囉